你們黨主席都認為此所不報徽人員 你們民眾黨還有人對民進黨泡滅眼 這場面能看嗎 很多人是拿了民眾黨作為跟民進黨 塞奈、陶喬 那以後準備換了個人的官位的一個工具 所以小草大家眼睛亮一點 看看你們民眾黨裡面那些政治人 從這樣就看得很清楚啦 不要找理由去辯解 我是律師我發表我的法律意見 那就不要當不分區立委嘛 講了有了沒有 不管如何真真假假 媒體有報導說柯文哲去看他病重的父親 可能是最後一面 然後他有講說此所不報徽人員 你們黨主席都認為此所不報徽人員 你們民眾黨還有人對民進黨泡滅眼 這場面能看嗎 會不會太丟臉的一點啊 那現在你還要去讓步說 他可能有罪喔 所以我們趕快換人 民眾黨關門算了 所以連骨氣都沒有 連一點鬥爭的意志力都沒有 很多人是拿了民眾黨作為跟民進黨 塞奈陶僑 那以後準備換了個人的官位的一個工具 所以小草大家眼睛亮一點 看看你們民眾黨裡面那些政治人 誰合格誰不合格 從這樣就看得很清楚啦 不要找理由去辯解 我是律師我發表我的法律意見 那你不要當不分區立委嘛 講了有了沒有 柯文哲繼續請假這個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民眾黨處理得很好 而神父雄講的話我不太同意 第一個柯文哲怎麼撞屍斷丸 他現在是羈押禁見 就是說他不可有任何消息到外面 其他的任何消息也不能到他身上 他如果今天說 哎呀柯文哲已經傳達給民眾黨說 他應該辭職或幹嘛的 那就請問一下誰先秘啊 你不是給人在找麻煩嗎 因為羈押禁見在台灣的規定裡面 就是說除了律師可以跟你談案情 談案情之內的東西 一概都不能夠傳遞任何訊息 他不能看報紙 他不能看電視 他不能聽廣播 他當然又不能上網 那你說他怎麼去下一任做什麼決定 當然不能 就民眾黨來講 你現在就承認說請假三個月到了 我們趕快派個代理主席 你不就等於承認民進黨 對你民眾黨的追殺嗎 有那麼蠢的政黨嗎 當然民眾黨有一堆都是新人 可能不曉得在這個磨 這個一個磨略中的一個考慮啊 那一天那個誰那個張奇改問了意見 我都明白跟他講啊繼續請假啊 你們繼續核定他給他請假 那你說黨主席的工作 那很簡單啊 就是以國民黨的體制 我們國民黨的體制 第一個當然黨主席 第二個是秘書長 第三個就是政策會執行長 那你如果黨主席的位階 沒有人代理就是民主長去代理 或找個總裁員 你找個人代理 就站著沒有的話 就是秘書長自己代理 秘書長如果也不能代理的話 就由政策會執行長代理 就是總召嘛的代理 那你們民眾黨沒有這樣的體制 你就依國民兩黨的習慣性的體制 就叫立法院總召來代理嘛 這個代理就表示說你繼續請假 我把晚辦沒事嘛 我們就解決了 何必搞出說 我要不要選黨主席 哇這個 這個科文哲的夫人 要不要來選黨主席 我拆壁爐啦 黃珊珊 黃國昌選黨主席 這被我罵 你那家破廟有什麼好搶的 助使被人家抓去一關 你們一堆小和尚小泥固 他們搶著要當助使 會不會太好笑了一點 你說一點點說要擺出正式 跟民進黨鬥爭的籌碼跟條件 跟心態都沒有 你這個政黨怎麼混啊 你現在擺開正式就是說 有你民進黨就沒有我民眾黨 有我民眾黨就沒有你民進黨 這才是說你對科文哲 這個案子應該有的態度嘛 那怎麼你民眾黨 這個事情立場不堅定 還有人對民進黨拋滅言 那清德我在這裡喔 像話嗎 你們到底像不像個黨啊 那麼多小草這麼熱烈的支持 你們民眾黨這些政治人物 那連這麼簡單的一個政治的手腕 你都不會處理嗎 而且處理很好啊 繼續請假 就是在政治上 我否定跟你民進黨的關係 民眾黨都不能夠團進團出 那你這個政黨也太奇怪了 你要不要政黨合作 那比如跟黃珊珊各站一邊 你們這個破廟有什麼好 你們鬥來鬥去啦 你的助詞被人家抓去關 被人家冤枉 冤析都已經這麼多了 你們這破廟有什麼好爭啊 妙小 妖風大 死小 王八多 我看到你們了 你們就是要搞我 你要把我搞死 在這裏露起來 哪有什麼好爭啊 我們在這裏露起來 我認為 民調都是按照民調專業的科學的方法 不管大家日後有什麼樣子的評價 但是在做的過程中 都是按照相關應該有的方法 那重點是不可能有人做假民調 要做假民調就直接做就好 不需要再去委託人家 委託人家就是要了解真實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都有相關的民調報告 也都有相關的檢案報告 這個不需要作假 那第二個部分 不管我想大家最近這幾天 都很有很多的指教 不管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們都虛性的接受 我們也正在檢討 木可之間到底有沒有一些經流上往來 木可公司跟總部的關係 其實就是有非常重要的合作關係 有一些業務必須要委外辦理 沒有辦法自己來自行來做處理 第二個部分就是 經流現在全部都已經檢調 都已經扣案 所以有關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也近代檢調的調查 也認為說 這個東西也不可能有任何迴避 就是因為黃珊珊跟陳志漢 他們第一時間都說 他們是有發票的 是端木正沒有作帳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點 他說端木正沒有把我們 給他的發票作帳 那反而後來弄了幾筆大帳 做了1817萬 然後給那四家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大的疑點 為什麼端木正要做這件事 那他到底有沒有拿到發票 那個黃珊珊跟陳志漢是說 我們有給他 對 是他漏燈 對 對不對 黃珊珊講得很清楚 漏燈 然後才有缺口 所以才扶爆 那請問端木正為什麼要漏爆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真的蠻奇怪的 所以我的猜想是根本沒有發票 那黃珊珊跟陳志漢等於說謊 那這要不要查 對 那為什麼沒有發票 那這樣這筆錢就是不見了 這多嚴重啊 所以端木正那個假賬 事實上是在協助某些人 把某些錢弄丟 弄不見了 因為黃珊珊呢 我從之前去敲碗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多的相關人裡頭 連掃地的阿姨路過的人 都被約談過了 為什麼沒有黃珊珊 就總是上禮拜 兩次 上禮拜了 三小時約談很快出來了 可是呢 我真的每次看到上才華法 那一次也是一樣 黃珊珊上禮拜幾乎沒有出現吧 還只會吃炸雞 沒有 就幾乎也沒有在黨團 或者是所謂的意識爭端裡 有任何的角色 多說身體不好 提早就回家出門去了 可是當柯文哲 當時太太要被約談幹嘛的時候 他卻一點身體健康的不得了 還要隨時接受 不管深夜再晚 那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所以上禮拜 會期看不到任何立法院執行 站立的黃珊珊 這個會期開始突然發出了聲音 而且他也不是在黨團內部會議 被討論而提出來 他直接去投刊在 投稿在這個法律的週刊雜誌上面 是一種要表態的意象 也太明顯了吧 司馬山之心 我就覺得他這是在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跟 甚至也沒有要跟黃國昌對幹的意思 他好像當司馬山好幾次了 對啊 那他也不是要直接在黨團裡面 會議面提出來討論或決議 他就是要告訴外界 盛上還有司法 我不知道誰 說我就是跟他們以前不一樣 我可以幫你們 佔一個不一樣的內部的天地 我講個不客氣的話 賴清德是有把司法院的副院長 有給親民黨背景的人 以前國民黨的李鴻炎的弟弟 李鴻鈞 李鴻鈞 監察院副院長 對 民進黨是有擺這個位置 不久也換人嘛 看在這個位置上面 總該有人會爭先恐嚇嘛 黃山上有這樣的想法 一點都不令我意外 因為他本來就是蔡英文的人嘛 他民進黨支持上選過的立委 是來給我選 所以我當然記憶深刻 對啊 然後找姚立民操盤 對 姚立民操盤 整個說民調贏過我贏過我 結果被我開盤 結果是我一大截對不對 他把我當川普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解釋就是說 他這講的話 不管是財法法講的話 或者現在有關於大法官 主治法修士法講的話 不是在講給民眾黨聽的 沒錯 不是在講給國民黨聽的 不是講給什麼 講給賴清德聽的 是 不要忘記我啊 我在這裡 我還有用 不就是關鍵時刻送暖 不然 他不至於不知道說 為什麼要去修改 這個大法官會議主治法 是因為你民眾黨主張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是你民眾黨提的 對 然後被賴清德拿去給賴清德的 走狗大法官 這個修理 所以國民黨看不下去 要幫你民眾黨討個公道 這還不夠清楚嗎 那跟國民黨什麼屁事 就是幫你民眾討個公道 你民眾的面子變馬了 對不對 那不是國民黨提案 國民黨是說 當時民眾黨畫下來 要國會改革 我們才讓你去選立法院院長 讓韓國有機會當立法院院長 賴清德想說 我後面有七個錦衣衛 對不對 在大法官會議裡面 那國民黨說 那你的大法官裡面 錦衣衛拔刀出來 要三分之二才行 合情合理 為什麼不行 大法官自己解釋 判處死刑 是所有法官那一次通過 不是二分之一 不是三分之二 是要全票 那我現在倒過來要求你大法官 釋憲要全票通過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是你自己的法律理論嘛 沒有全票三分之二 現在只有三分之二 要是我就全票通過 一個反對都不行 這邏輯是誰給的 是大法官給的啊 判處死刑 是要所有的法庭 所有的法官 一二三審 全部三 沒有一個反對 才能夠判處死刑 全世界沒人這樣修法 不是啊 那你大法官這個 給我們一個法律邏輯 要求你所有的大法官的事情 要全票通過 那時翁曉玲比較客氣啊 怕有爭議啊 然後國民黨人總是要一點面子嘛 不過他已經很勇敢了 提了三分之二 那結果現在有人講說 我不同意啊 你是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還是律師先 小姐 你先弄清楚嘛 那你就辭掉民眾黨的不分居立委 去當你的律師嘛 發表你的法律意見嘛 不過當然啦 這個位階上很適合說 那總統 我在這裡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啊 對 對 不是過清楚了嘛 對不對 所以民眾黨喔 至於郭政浪前輩講那句話 妙小什麼大 辭錢什麼多 如果這個案子民眾黨 都不能夠團進團出啊 對啊 那你這個政黨也太奇怪了吧 你要不要政黨合作啊 對不對 這是人家國民黨給你送暖的案子 是啊 政治上你還看不懂嗎 這樣搞啊 不過有些議題真的是要政治表態的 對不對 也看不懂啊 那你就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已經超歡迎你的嘛 也會給你不分居立委 給你司法院副院長 給你監察院副院長嘛 那要等到2028 臥底比較有用 居然會立刻失去身份 不會啦 民進黨又一個遲掉不膩喔 不是啦 因為馬上姚立民不會過就有位子啦 那個是另外啦 對不對 會那麼順利嗎 給他 給他也不會過 也不會過嘛 對啊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好 好 好